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Sarah 嗨 今天呢我要來做一支 Makeup Tutorial 教學沒有錯 呃這個是我之前 有在Instagram上面PO過 一個非常美的Halo Eye的眼妝 那其實就是在用我個人覺得 有可能是我最喜歡的眼影盤 The Soft Glam畫的 那我發現啊我非常非常常使用這盤眼影盤 是我前一陣子PO的那張圖片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人都說想要看教學 那這個的話我就是平常 如果出門想要好看 就是想要就是我的歐美最極致 又沒有要玩顏色 就是以大地色為主的話就是都是畫這種妝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如就來拍一個就是 教學給大家看看 好那就是我的妝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所謂的Halo Eye 沒有Cocrys就是Halo 前面後面是深的中間加兩色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稍微會帶過一些我的肌膚 然後跟就是我打亮是什麼顏色 嘴巴是什麼顏色 因為嘴巴顏色很美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 好的那如果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的首先要先來用Catrice的遮瑕膏 來做個眼部的打底的部分 然後再用我們的Sigma的4D Kabuki Brush 刷子來把它暈開 因為今天的眼影非常顯色 所以我們要先用蜜粉來做定妝 好那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顏色我們來用Orange Soda 裡面這個比較淺橘色的顏色 來做一個Transition shade的部分 然後暈染 然後接下來用Rustic 然後來做一點中間色調 我會把它放在最尾端跟最前端的部分 然後再用Sienna 然後就是有點漸層色 從深的到淺的這樣慢慢的用下去 然後暈染暈染 這盤眼影盤本身真的很好暈 所以其實不會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的話 再回到我們Orange Soda的部分 去做一個上面的暈染 接下來到這個有點紅棕色的Mulberry的部分 然後一樣 接下來都差不多 就是把它往最尾端上跟最前端上 眼尾眼頭兩個這樣交換 然後去把它暈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來的話 再用這支比較小隻的刷子 再去做一樣的顏色的暈染 中間的話我們接下來的顏色就是越來越加深 然後接下來就是黑色的Noelle 然後就是一樣把它點在最裡面的地方 因為這是一個真正的黑色 所以記得要從最下端的地方 慢慢的暈上去 不要一次就放太多顏色上去 然後像這樣子慢慢的暈染 然後一樣到小隻的刷子 去把眼頭的部分 輕輕的把它暈開 有看到我的方式 不是直接上滿像之前的顏色一樣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要用這個眼影盤裡面附的這支刷子 然後去用那種沾印式的方式去上色 這樣顏色就會上得很飽和 然後再用它的尾端的部分去把它暈開 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眼尾的部分 我要用我的卸妝棉去把它清掉 那你有看到的是我的底妝都還沒有上色 因為Anastasia的眼影比較容易掉粉 那接下來的話再回到我剛剛暈染刷 那這支是我沒有特別沾任何的顏色 就只是單純的去把它們暈開 所以拿乾淨的刷子也是可以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來到金屬色的部分 先用這個Glistening這個顏色 然後來做一個打底 因為接下來我想要再用一個更大亮片的金屬色 放在眼頭中間的部分 然後記得尾端都要把它暈染開來 然後接下來像我說的我們要來上Bronze Bronze這個顏色我比較要把它放在最正中間 因為它是比較大塊金屬的亮片 所以這樣子在眼睛中間比較能顯現出它的光澤感 那麼接下來移動到我們黑色的部分一樣 再回去把我們剛剛有暈染 可能有點蓋過的黑色再把它們就是加深回來 接下來的話我要用Maybelline的眼線液 去畫我們的眼線的部分 那我眼線的話今天是畫比較粗一點的 那眼線的部分的話我就沒有特別就是做個教學 如果有喜歡想看的話 眼線的部分我再另外去做單個影片的教學 想看的話記得留言 那接下來這個是Nyx的Glide On Eye Pencil 然後來上一下Waterline的部分 接下來再用Tarte的Shape Tape遮瑕膏 它果然還是我最愛的遮瑕膏 我混了一點Catrice的淺色 因為TarteShape Tape那個對我來講有點太深了 然後再用Morphe的G2的刷子把它們暈開 G2刷子我非常推薦 它其實用起來就很像Beauty Blender一樣 快速的也上一下我們Dior粉底液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做定妝的部分 就是Bic 那這個部分我要用Sigma的F87刷 然後用大量的蜜粉做定妝 如果對底妝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我有做一支影片可以留在下面 對完美底妝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好接下來我們要回到剛剛的Glisney這個金屬色 放在我們下睫毛這個地方 中間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再用剛剛的中色 放在我們眼尾跟眼頭的地方 都是在下睫毛的那條線 這樣才可以畫出那種黑露的感覺 然後最後我們再用這個淺色的部分把它暈染下去 然後再回到我們睫毛膏的部分 下睫毛的部分大家應該不知道 我都是用1028的放大鏡睫毛膏 他們家雖然沒有防水 但是每次畫下睫毛都可以很長 好那接下來到我們鼻影的部分 我就是用IA的08號 然後用我最愛的J.D. Weidy跟Luxy的刷子來畫鼻影 然後再回到我們Morphe的M143號刷子 然後跟Nicks的三步驟修容盤 這個修容盤真的很快就要見鐵盤了 然後加上這支刷子也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修容刷 之前NICKI Tutorial推薦過 速度很快 接下來我想要上個項鍊 因為我看起來有點像落體 沒錯 接下來我要用這個 倩碧的小花腮紅 10號的色號叫做Fake Pop 然後再用Morphe的M3號刷 然後會發現我不只是上在我的臉頰上 我會上到比較中間的部分 連鼻子這個地方我都會把它上下 這樣整個看起來有點微醺的感覺 然後最後我要用Bake的方式 來做這個修飾的部分 大家如果不知道Bake的話 可以用Bake的部分 用大量的蜜粉去提亮跟修飾一些事後的形狀 好那接下來我們到打亮的部分 我要用這個MAC的Hyper Real Glow 那我要用中間這個比較明亮的顏色 有看到那個光嗎 來刷子放下來之後 BAM 超美 認真 本人看更美 然後鼻子上也上一下 然後我們來享受一下 另外一邊臉頰上的亮光 打亮真的是最開心的 MAC這個Hyper Real Glow真的非常的閃 它不只是粉質很軟 是就是你本人看到它是非常非常閃爍的那種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那接下來我想要用旁邊這個顏色 來上一下我們玫瑰的部分 就是這邊做的修飾 所以讓我整個臉都在亮 那接下來的話我要用這 這支超美 美到爆炸的顏色 叫做Burnt Spice 就是MAC的Liquid Lipstick 這支顏色真的是美到極致 你自己看就知道 它是這種中間偏暖色調的裸色 然後又有點偏土 比較深一點點 真的是個非常漂亮的顏色 那我們就是唇膏上完就完成了 好的那就是我們影片的結束 最後影片的妝容出來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說跟開頭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妝 大家應該已經感覺得出來 Soft Glam應該就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盤眼影盤 就是平常如果沒有要玩顏色 沒有要創作 我只是要出門的話 我基本上都是用它來畫 它裡面所有顏色都非常非常好用 它有黑色 有淺色 然後有亮色 然後該有的都有 我就覺得很美 重點是它的孕染程度真的很好 Anaesthesia的眼影盤裡面 我得說說不定目前最喜歡的就是Soft Glam Modern Renaissance 因為它還有紅色調了 我自己還好 但是Soft Glam真的是我就是平常 如果要使用都會 都會 都會 都用到它 OK 那如果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不要忘了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如果你是Instagram來的話 也在下面跟我打聲招呼 讓我知道你們有看到這個教學影片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也跟我說一下 不要忘了按讚 按讚很重要 記得要按讚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如果喜歡教學 如果你們多看多按讚的話 我應該知道你們喜歡教學 我會多多的 我也會多多拍一些教學啦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用讚 或者是用留言 讓我知道 那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